今天的ET格局推介就是中交建10050 經濟日報的投資計劃組簡選原因就是 經濟日報的簡選原因就是 內地兩會召開在職 找增長預料會成為政策的重點 受惠於政策的股份有望迎來投資機遇 可以關注中交建 中交建主要是從事基建建設、基建設計 裝備製造等等 內地加快推動基建發展 有助改善基建企業經營現金流 以及支持基建股潛在股值重股 為股價帶來趨發劑 股價走勢方面 以越線圖分析的話 中交建突破中期下降軌 扭轉下跌的趨勢 並且多次在4元附近打底 近日在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拖累港股的情況下 見過1月底以來低位4.42 策略上建議未有持貨者 找4.4附近收集 摩根士丹利給予中交建的目標價 是5.4 我建議會套適宜守住4元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